加拿大政府在2014年2月11日出炉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出 废除联邦投资移民和企业家移民计划 并以一刀切的手法清除已经递表申请的个案 受影响的人数超过6.5万 其中近90%为中国申请人 这一消息公布后立即掀起了海内外的波兰 加拿大网络电视特别采访了多伦多资深移民顾问林达民 2月14号 加拿大政府的移民部呢 忽然发出一个通告 就是说要把投资移民跟企业家移民 已经在办理中的个案呢 全部退回不再办理 那么这个呢 已经是加拿大第二次这样做了 那么上一次呢 是把30万个技术移民退回也不做 那么这个对加拿大的形象呢 影响非常之大 有一个白种人 土生的加拿大英译的移民官 对我说加拿大在世界上的形象已经没有了 那么你知道加拿大呢 的人口小 我们出产的东西用不完 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的 也要自己呢 不能生产 要向外国进入 那么呢 大概50%我们出产的东西呢 要外销 有50%我们用的东西 要从外面买进来 那么如果加拿大的国际形象是好的话呢 卖东西比较容易卖 那以前的移民部长呢 Kenny呢 他说呢 就是 这是投资移民呢 人家问他为什么要停掉呢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在计划这件事啊 他就说这是投资移民来到这里 拿到移民 加拿大的公民呢 就跑掉了 那么这里先写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移民方案的卸计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移民方案的卸计呢 不能够趋引移民来到这里 在这里拘留 就是你知道一个人呢 他能够创业 能够做到呢 能够投资80万呢 来加拿大移民的话呢 那么呢 这需要呢 十几年或是几十年的时间 他的生意是赚钱的 他对这个生意也有感情 大家加拿大的国家主义的价值观 就是要这些人来到加拿大规发这里 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 如果一个人用了十几年 几十年的时间来创立一个生意 这个生意还是赚钱的 他对这个生意还是有感情的 他怎么能够把这个生意收掉 来加拿大规发加拿大 你只能够要求他来加拿大做一个生意 然后准许他呢 两头来回 来管理这边的生意 管理那边生意 因为他新来到一个国家 在这里创一个生意 这个生意能不能够赚钱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加拿大呢 现在呢 加拿大的创造之位的动力呢 不是那个大机构 大机构呢 已经发展到那个饱满了 现在创造之位的动力呢 是小商业 那么呢 加拿大呢 是一个落后国家之中最发达的 发达国家之中最落后的 我们的经济经常疲弱 加拿大是一个难找工作的国家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我们很需要 这是小商业进来呢 来这里创造之位 刺激这里的经济 投资移民呢 他来到这里 他带钱来到这里 你知道一个人 如果他工作官的话 他来到这里的话呢 他也不会逛逛放币钱 很多投资移民都来说 他们在找项目 在走啊 问我有什么地方 他们可以投资啊 我经常受到很多这样的顺问 为了加拿大的经济 为了加拿大的国际声誉 不要废除投资移民 跟企业家移民